记者张轩哲台中报道,端午节将至第综合医疗体系中华护理之家日照中心今日举行老少包粽活动,让资源班学童跟阿摩们一起网绣包粽子,过程充满欢声笑语,场面温馨,也让多名失智阿摩,司机当年包粽子给儿孙的美好回忆。 日照中心大多是七、八十岁的高龄长辈,早年是逢端午节必定亲自包粽子给家人吃,但随主年是见高身体出现疾病与失智问题,已多年无法包粽。 秀姿阿摩一年前脑不开刀,加上有失智症,距离上次包粽子已经是二十年前的事,他与赵福源聊到过去每每端午节,身处大家庭的他总要包非常多粽子,但现在老了,加上身体不好,儿孙也不在身边,包粽子已是过去很久的记忆。 李宗和医院长照副院长袁志芬表示,包粽子活动除了唤起阿摩的年轻时的回忆外,这次还邀请临近的客庄国小学生一起参与,透过老少共学的概念,让融合教育真实融入生活教育与生活环境。 客庄国小校长刘兴钦指出,资源班学生本身有认知及学习障碍,致使日常生活技能发展迟缓,容易出现挫折感及产生低成就,判透过这样的活动,让资源班学生从学习中获得肯定。 袁志芬提到,发现家中长辈出现失智症状时,除寻求专业医师治疗外,也可透过生活巧思帮助长者延缓失智。 这次的包粽子活动,不仅是怀旧刺激,也帮助长辈提升记忆认知,训练手眼协调,强化人际互动与团体生活。 这次的包粽子活动,不仅是怀旧,不仅是怀旧,不仅是怀旧。